今天要講的法令 大概有兩個法 你們前面應該也有好幾個單元 我們這第五個單元 這個單元裡面其實講建築法 是要讓各位了解說 建築法有一些定義是什麼 那你清楚就好 哪一些行為人 哪一些行為哪一些動作 請執照的時間都好 這個都是考題的重點 你大概注意一下就好 好 那我們的範圍大概就是第一個總則 那這個QR Code如果你掃一掃 就可以直接到那個YouTube 我們上課的影片的地方 如果有時候你懶得聽 像我現在如果你要放著聽 你就放著聽 也可以快轉好不好 戴個耳機聽就可以 那包括建築許可建築基地建築界線 施工使用拆除管理罰則跟負責 那其實這些東西其實都 重不重要重要啦 但是就盡量講 你至少要了解好不好 好 這在書本裡面第一頁 他提到的他說 書本裡面的粗體制底線跟粗體制且底線的 這個是編者他認為說內容比較符合工地主任 施工事務的要求 所以可以成為教學跟粗體的重點 這樣各位清楚了嗎 不然法規這麼多你怎麼讀啊 好不好 那參考的閱讀裡面包括這幾個附錄裡面的參考閱讀 山坡地管理辦法 維莊建築處理辦法 台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還有高雄市的那個就是三個 三個都會區 然後台中市的高雄市的台北市的 他說這只是給你閱讀參考 當然你如果工作在這個地方你就稍微看一下 他只給你參考 那如果你真的要用法規的時候 請注意 法規的主管跟主辦機關所下的官方政治網站去搜尋 這會搜尋吧 應該會啦 用Google 那是Google然後就把它上面打 譬如說你要搜尋 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你只要把這幾個字打進去就可以了 需要我教嗎 應該不用吧 好 OK 如果 各位假如我們現在這個 你就把這個字打上來 然後你打開 我忘了開網路 你就把它打開就可以了 好 這邊的話你把它打開 把剛剛那幾個字搜尋上去 搜尋上去 Enter之後你會出現一個法規 那法規你注意看一下政府的單位 你看這個網址這是KC區高雄市政府 GOV.T到那就對了好不好 那有一個全台灣法規 那個是律師事務所的 你要我建議你就找到那個原單位 他會更新 這邊就有他的自治條例了好不好 這樣去可以找到最新的法規條文 這樣可以了解嗎 OK 那你看這個都跟從建築法從那邊拉出來的 看起來很像 只是他地區有地區的那個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你大概看一下 這是給各位做一個 你要如果 你將來在使用上 需要用到 你就查一個最新的法規 因為法規常常在變化 我就會修正 那就跟各位提一下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在課程 課程研讀重點的時候跟各位盯一下 那我們接著就來講 我們這些建築法的總則 好 那總則包括 總則意思就是建築法的目的跟範圍 你懂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就好 我建築法的目的是什麼 那在第一條裡面 立法的目的都告訴你建築管理 為實施建築管理 維護公共安全 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 增進市容觀察 這四項很重要 好 了解 以前我們讀的是 金家衛保 郭文康六項 那現在變四項 所以那法規一直在變 好 反正公共安全嘛 那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 市容觀察 特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的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一開始就要講法 那我跟各位講 法律不是給守法的人 法律是給懂法律的人用的 這句話真的一定要懂 尤其你做這一行 做這一行 你還不懂他的法律 那真的有時候 在讀運氣 只要知道這個是什麼 不要觸法 還不知道 懂了嗎 我們以前在 75年我成為公務人員 75年 現在幾年了 現在是100多 我們第一場課 我記得是主任檢察官給我們上課 他就說 你當公務人員第一件事情 學會的就是要依法行政 那依什麼法 就看你什麼法 什麼法律 那時候跟我們上一堂課很重要 叫做圖利他人罪 然後圖利他人那個檢察官我記得姓宅 叫宅宗泉檢察長 那現在好像有身院長我不曉得 那他上課我覺得他非常風趣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圖利他人的旨意 不是圖利特定一個人 你如果圖利很多很多的人 就是說圖利眾多的百姓 你那不叫圖利他人 所以法看你要怎麼去解釋 我後來對他這句話 我覺得這檢察官有時候還蠻 不是那種照本宣哥的一個檢察官 檢察長那時候 OK 好啦 那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法令我是覺得真的要懂法 你不懂到後來再讀 好 那我們看第二條講了 課本都有寫了 主管機關在中央叫內政部 OK 那在直轄縣政府就當地的縣政府 縣市就縣市政府 好 第三條規定的地區就是特設的管理機關 為主管建築機關者 軍內政部合定制 所以 你知道我們這邊的那個 這個法的老大就是內政部 其他就是各縣市政府 好 這個先知道 那個我們叫主管機關 跟特定目的的事業主管機關 OK 好 再看一下總則 這張照片是 熱騰騰的 這張照片是今年四月 一個月前我在法蘭克福拍的 這個城市非常的 非常有趣 前面是一個很舊的德國銀行 才五層樓 在以前是很高的 後面的高樓都很下的 在德國拍照都是要用 相機都要轉一個鏡頭來拍 他們建築很高在法蘭克福 這是一個新舊建築病程的都市 出現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很多就是進步太快 有一部分是保守私底 不讓他進步 然後有一些流浪漢還有什麼 人家就在這樣處理 他們的房子也很有趣 蓋一個很新的大樓 把舊的門面留下來 這個我們在台南市那個 孔廟旁邊有一棟建築 我忘記什麼名字 在台南市孔廟那邊 他把舊的那個外面的皮留下來 然後裡面的殼是新的RC 那外面的整棟舊建築的牆 他留下來 他們也是這樣做 那時候我相機快壞掉 所以沒有把它DETAIL拍出來 那真的就是 我們後面講古蹟猜測怎麼樣去做 其實那都是一個 他們對文化的一種處理的方式 好 我又扯太遠了 我們看一下建築的定義第四條 我也不講條 後面我就把條刪掉了 本法所稱的建築物 建築的定義是什麼 要定着於土地上面 地面上或地面下 具有頂蓋 樑柱或牆壁 供個人公眾使用的 構造物或雜像工作物 你這邊會提一個問題 那樹屋算不算 樹屋沒有定着在 沒有定着在土地上 也沒有在地面下 那樹屋如果嚴格要講的話 那一棵樹是定着在土地上 所以它也是建築物 只不過那個東西是漂浮在空中的 那這邊就講了 你如果漂在水上算不算建築物 這個法令就比較沒辦法規範它了 所以將來法令可能還要修 那現在不管 因為現在我們大部分都是定着在地面上 好 那公眾使用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公眾使用建築物 如果會考慮哪一些是屬於公眾使用 公眾工作 營業 居住 遊覽 娛樂 其他公眾使用的建築物 這都看一下這都很基本的定義 這是公眾的 公有建築物你看 本法所稱的公有建築物是 政府機關 公營事業機構 自治團體 具有紀念性的建築物 這是漢堡裡面的漢堡的市政府 那天 早上拍照的時候還是嚇大意 結果陽光一出來趕快要拍 這邊是很有名的商場街 這漢堡市政府真的很雄偉 上面還有幾個雕 就每個雕像上面都有故事 所以他們的公有建築物 一看就知道是公有建築物 而且他們高度沒那麼高 那個塔一定要高過全部的高度 這個僅次於教堂 在歐洲看到這種很監討的 不是政府機關就是教堂 那我們台灣有沒有這樣也有啦 只是你要去分辨一下 好 來 那我們看一下雜像工作物 我這邊內容把那個課本有匡列 我才練出來 那課本那個全部擺沒有發現 沒有沒有鞋底字 不鞋底 沒有那個黑底字我就沒有抓進來了 好 那什麼叫雜像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字我不太會唸 營業爐 好 算了我幫你去查 水塔 遼望台 廣告招牌 這個應該爐灶之類的東西 應該是爐灶 好 那個廣告招牌 樹立廣告 散 散 散裝倉 就是所謂散裝倉庫 不是貨櫃的 廣播塔 煙囪 圍牆 機械遊樂設施 油泳池 油泳池 雜像 地下儲存庫 建築物所需的薄櫃 薄櫃是擋土的東西 挖田土石方 等公共工程 其建築物 新建完成後增設的中央空調系統設備 各位猜猜看這是一個什麼 好 我幾天不知道以為是瞭望塔 後來不是 是它水塔 他們水塔立在這個區域的最高點 這個有點像五福路那個水塔 好 就他們立在那邊 然後 這邊的水壓就可以供應這邊的都市的使用 OK 這算是雜像工作物的東西 好 那 這一張是一個FRP的水箱 我記得昨天有秀給各位看 我昨天秀的時候是說你怎麼寫施工說明 怎麼樣安裝注意事項 然後是它的圖面 FRP 這通常都會在那個細部一點的想圖裡面擺 多少盾 因為注意看到它那個盾數跟高度是可以填的 所以這是一個廠商提供的一個標準圖給你 像那個畫分子也有 電梯也會有 所以這個部分有時候他們在設計單位的時候 他們就把這個土把它弄起來 加上他們的土光 就這樣出土了 就成為他們土裡面的一部分 好 那我們再看總摺篇裡面的什麼叫主要構造 其實主要構造就是指的 基礎 梁柱 梁柱 這個塵重牆 樓地板 屋頂 那這邊基礎在這裡 梁柱 看一下大概就懂 塵重牆 這個塵重牆就有一點點意思 樓地板跟屋頂 好 塵重牆指的是它必須分擔整個結構物的重量 那這個重量是指外力作用 那現在很多地方在樓梯間附近 他們的牆壁都稱為簡力牆 那這個就可以屬於一種塵重牆壁 那早期的塵重牆指的是那個 一筆磚牆以上的厚度 那現在很少鑽造了 現在鑽也很少看到了 現在鑽在大樓裡面 現在建築很少用鑽 很少了 鑽現在越來越貴 我以前便宜的時候 一塊鑽不到五毛 現在一塊 我講到鑽是比較不好的鑽 那個清水鑽以前一塊五塊 五塊錢 那清水鑽就是燒的 都要去彰化花壇那邊去買 你要做那個漏出清水鑽 那特別還要去買 那一般那種鑽 燒起來不是很好 一塊五塊 後來漲到一塊 現在我不知道多少錢 10年前我買的時候 一塊鑽 那時候要有些裝修 要用廁所要弄 買來買一千塊 就是一板 所以有時候你看那個價錢 越來越不要 為什麼 因為它量越來越少 而且現在燒搖的產業是 嚴重的 我們叫碳排量很高的產業 所以鑽可能將來會消失 現在還有要做清水鑽 趕快把它做一做 因為以後沒有 以後會很貴很貴 那個不要做做結構 你把它做裝飾 做在一個地方 就一片 入口門上都越窗 哇 這沒辦法 現在沒辦法要這樣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你懂的話 請那個手機才有抓一塊 清水鑽 遮蓋的卸水口圖 來處處 放在那裡來 那天 那天啊 十年後 大概鑽就不見了 在台灣 因為碳排放 今年2022年已經講出來 以後碳 你的排碳量高要收錢了 要課稅 出口也要課稅 所以在國內也要課稅 所以建材的一定又要漲一塊 碳排放 你看水泥 水泥碳排放很高 所以他現在把碳排放的東西 放到建材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 你們要真的未來 要當老闆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把那個地板沒有問題 地板就是它的那個 地板它本身黏起來跟牆壁 對於地震的影響都有 抵抗力非常的好 那屋頂就是外面風殼 這個地方 這都算結構 好 那我們看一下建造行為 建造行為分為你看看 這四個建造行為很重要 新建 增建 改建 修建 這考試我會考你 這都是入體很好的考題 你看新建 新建造的建築物 把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 而重新建築 也叫做新建 新蓋的也叫新建 拆掉重蓋的 重新蓋的也是新建 增建 增建是什麼呢 這跟我們坊間的二字工程是不一樣的 二字工程是可以做不能說 好 與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 但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著 視為新建 你用過廊就算新建 你不用過廊 旁邊增加 這就是所謂的增建 但增建也有限制 你不能增建的部分大於它的面積多少 它好像有一個規定 我記得好像大於不能大於一個百分比 對不起 詳細數字要查看 來看改建 把建築物一部分拆除 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 改造 不增高 不擴大面積 其實認真講就是體積不變 懂了 高乘以面積就是體積 修建是建築物的基礎 量柱 承重強制是主要結構 樓梯板 屋架或屋頂 任何一種過半修理或變更 以前會談到屋架跟屋頂 是因為屋頂是很重要很不好做的 各位如果你是本科系畢業 你在學結構學一定會學到屋架行架的硬力分析 因為以前都是寫屋頂居多 那寫屋頂以前做的方式大部分都是木構架 以前因為木材取得容易 工廠的廠房就是用金屬的 它垮距比較大 那當時的技術就是屋架或者是屋頂 屋架之後才黏上一些掛瓦條 船條 然後貼上屋面板才是掛瓦 或者是怎麼樣去做 當時屋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工程 現在RC 模板訂好全部就掛槍槍就好了 這樣改變了 了解一下 那剛剛建築物的設備 就跟我們昨天講的設備圖一樣 設備指的哪一些呢 電 其實就是水 我們講水電 從水來看 擠水排水 擠排水是一起的 那排水有分為事業 家庭排水 事業廢水 還有家庭污水 所以擠排水 然後你看到電 電就是我講的電性 就是譬如說重電 馬達在用的電 弱電就是電燈 不能講弱電 電力跟電力指的有馬達的 沒有馬達的電燈 他做再來一個弱電 弱電就是電信 電話 網路 這都是什麼電信 那煤氣管 現在大樓有時候不太愛做煤氣管 不是說煤氣不好 煤氣的管線一定要外路 那外路煤氣管的時候 有時候因為整個大樓 在裝修的過程當中 磁磚貼完 你在弄的管線 還是管線先弄了 再貼磁磚 就會造成施工上的不容易 所以再加上那個管線外面跑 又不美管 最近很多大樓的工程 就是把煤氣拿掉 都用插電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調理台上面都是按電 那如果哪一天 電價一度超過10塊以上的時候 你就知道 那這個煤氣 是好是嗎 因為他為了安全 他怕管線在裡面漏氣 會有那個爆炸的危險 再來空調 升降機 消防 這應該是壁壘 消雷 他上面是寫消雷 不曉得是不是置物 那防空避難 污物處理 就是我們所謂的化分池 還有保護民眾隱私的設備 這個就很 我也不太曉得 這是什麼 保護民眾隱私 你指的是窗簾嗎 卡電 好我不曉得 誰的 他這個這句話 就包含很多東西 大概 人越住越近的時候 人的距離好像近了 然後就有些隱私覺得好像被侵犯了 對啊 所以 好啦 這可以去找找看 沒關係 反正這幾個前面比較重要 這叫設備 建築的設備 你就往設備圖那方去想就對了 好 那我們再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建築基地 好 建築基地其實它的定義 這棟房子是在台南 台南那邊出現了一批有一些 其實蠻有蠻有想法的新銳建築師 去那邊蓋 那當時你可以看到 台灣當時是日本一批 去歐洲留學回來來蓋的房子 包括帶來蓋的現在的台灣總督府 台北市 台北那個總統府 那高雄市那個歷史博物館 現在高雄市議所 最早的高雄市議所是在哈馬興的戴天公 戴天公以前是市議所 那後來因為什麼 後來變宮廟 後來市議所遷到沿城區的時候 就是那一間 那一間就是日本的 一帶他們從歐洲留學回來 就喔 日本沒得發展 台湾蓋 那時候台灣是他們 展現他們 很多手筆的地方 那這也是一個 一個世代的 轉變 沒有說不對 因為台灣是他們殖民地 那時候 全部都沒有什麼人 那台灣日本人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做下水 就是做那個水溝排水系統 那因為台灣那時候有那個登革熱很嚴重 那解決公共衛生的問題 所以他們對於這方面的建設上 其實做得很到底 那電力系統標榜是流民船那時候做的 台灣第一根電線桿 火車也是流民船 但是環島 不能講環島 就是從台北 基隆 達到屏東的火車是日本人蓋的 高雄1908年才有第一條 哈馬線 就到 停到那個高雄港車站 所以去看一下這個歷史 我覺得這東西很有趣 好 那是一條脈絡 你看他蓋的房子窗戶 他們用清水膜 這清水膜我認真看一下還不錯 那玻璃圖打得很漂亮 好 來 那我們看到建築基地 他建築物佔本身他的地面 所因流色的法定空地 就是說他這個建築物的面積 佔在他那邊多少 那叫建幣率 那基地就是說他這一塊全部地有多大 那建築基地原為素中者 我們知道土地有的叫一中土地 你要蓋房子之前是好幾個地號 你一定要申請成一中 合併成一中土地 在我們建築後會談到一中土地 好 前項法定空地的流色應該包括建築物 跟其前後左右道路 跟建築物之類距離 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上規定 通常後面都會流色防火箭隔一米五一千 以前一邊或一側 那現在聽說 我聽說 我也問他們說 防火箭隔現在不取消 他說是啊 你要防火箭隔多少以上 就可以不要留一米五 不過為了方便起見 他們都留一米五 因為法規審查 有時候對於你那種幾個小時防火 他的要求有時候送那些資料 退一下一米五就好 OK 那往下看 因流色的法定空地 依法不得分割 轉移 不得重複使用 因為他的空地算在你的建筆裡 你轉給轉移給別人 那就比較比較有趣了 那最近建設公司有在做一件事情 他去收買那個巷道 巷道我們一般來講 有的不是肉體 巷道有的那個六米巷 那裡面前面有三公尺 是這一家人的土地 那如果賣給建設公司 可以做容積移轉移用 所以那個有時候 那個他們的頭腦都想了很多 這就是 其實人會進步 有時候是因為某一些物質上的驅使 譬如說為了錢 為了某個目的 可是到最終 這都好像不是那麼究竟很多事 我後來慢慢覺得是這樣 沒有錯 開始是為了錢 我最近大概想過 法令會定這麼多 是因為我們建築業的金額很大 所以他一定要一個法令來定 來 我們看一下建築物的設計人跟建造人 13條規定 本法建築物的設計人跟建造人 我們叫建築師 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 要登記開業喔 沒有登記開業不行喔 知道喔 但有關建築物結構跟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 他意思是說 你看這說 除五層以下 非公公眾使用建築之外 應交由承辦建築師 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任工程工業技師 負責辦 其實五層樓以下非公公眾使用土木技師如果可以設計 他還是可以會畫圖景造 不過現在他們建築物 這扯到建築師這個行業他們的工會跟土木技師工會 兩個有點在爭奪這一方面喔 他之前是把那個結構設計的部分放出去給結構技師 他就要爭取一些他們的業務的容積 不能說不對啦 但是哪一個工會比較強呢 有詢問我老師哪個工會比較強 我跟他說 你看哪個工會的旅遊辦的比較多 你看建築師工會常常辦旅遊 土木技師工會難得一年辦一次吃飯 你就知道哪個工會比較強 強勢 那有錢就能夠運作很多事情 我是說真的 所以建築師工會其實力量是蠻大的 你看選舉就知道 OK 好 這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很多業務 土木技師如果五層樓下好像也可以蓋 在那個技師法裡面有限制 也可以啦 他有那個就可以蓋 那這沒有關係啦 這個因為這個不是公眾 公眾的一定是建築師 了解 這句話是這樣 但是各位講 因由承辦建築師交由 就是說由建築師委託 是做到後來還是給建築師抽 聽得懂嗎 蓋一下 你建築師蓋個章嗎 OK 就這樣 好 那建築師要服連帶責任 這句話你看得懂 你雖然蓋章 但是你有連帶責任 好 這大家看得懂的意思就好了 反正 這邊你口試寫的話 設計就是建築師 好不好 你不要想那麼多 因為實際在用的時候 不是想像中那樣 OK 好 那工有建築物的設計人跟建造人 得有啟造的政府機關 工營事業 機構或知識團體 依法取得建築師或專業公司 證書 則認知 所以最近高考有在 一個什麼工營建築師有沒有 他的薪水起薪我記得是五萬五 你考進去 你有建築師執照 不是說去考建築師 考進去 你有建築師執照 考到工營建築師 一個月給你五萬五 有時候想一想 這個不一定 不一定 也就是說你如果要去做五萬五的 除非你有特別的需求 就是說你錢不是你的考量 那是他的選擇之外 不然一般 你收不滿 招不全 建築物的收入應該不止五萬五 這是猜的 我不是很清楚 那錢是很敏感的事情 好 那往下看的時候 開業建築師跟專業工業技師 不能適應各該地方需求的時候 縣市政府 我要報稱內政部合作 不是有檢陽想限制 我這地方找不到記事 我可以跟請內政部給我派 合定 好 那我們看一下成造人是誰 剛剛講設計建造 設計建造都是建築師 記得 那成造人是誰呢 建築的成造人應該就是營造業 依法登記開業之營造廠商違憲 這各位了解一下 比較容易混淆的是 監造人 有人認為是營造廠 是建築師 那我們在業界就區分了 這個甲方監造 那營造廠叫做乙方監造 但是法令上沒有這個甲方乙方的問題 甲方乙方是在簽約的時候上面 甲方是誰 乙方是誰 這樣你了解吧 OK 好 那營造業專任工程技師 我們看一下 營造營設專任工程人員 這都是要考過屯木技師 所以我勉勵各位 如果你有資格可以考 就去考啦 雖然各位工作很忙 但是考考看 基本的東西不會變化很多 人在越困乏的時候 那個潛力越大 人在安逸的時候是最容易墮落 趁年輕 我看這邊很多都很年輕 有些資深很資深也有 但年輕的我是鼓勵你趕快去考 考起來應該會 我想會比較不一樣 好 那承軟工程的施工責任 就是有 我們所謂專任工程人員 好 那外國營造業設立 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依公司法申請 那 認許或依廠商 或商業登記法辦以登記 並依前項管理規則之規定 得領營造業登記證書 跟承軟工程手成 這才可以營業 就是這指的是外國公司 國際標啦 要來台灣的時候要唱不錯 那通常都會找國內的一家 在營造商來合作 都會怎麼做 建築師也一樣 好 那再看一下這個的話 建築法裡面 建築物免設計兼造 免承造的 我們看一下建築物跟雜像公司物 造價在一定金額下 或規模在一定標準下 就是不用建築師設計 兼造或營造業承造 這一定看地方政府的規定 好 前項造價金額或規模標準 由縣市政府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定值 這樣了解了吧 這有個土木包工業就可以做了 工程行 他指的是這些東西 他們還有一口飯給他們吃 好 那中央跟地方政府的建築標準圖 他講喔 內政部 直轄市政府的制定各種標準 建築圖樣 及說明書 供人民選用 人民選用標準圖樣 申請建築師 免由建築師設計及簽證 這哪裡看得到呢 農村住宅 當時發表了一批一大堆的農村標準圖 那我這個都把他拿來給學生當作業 這都兩層樓 一層樓兩層樓 屏屋 斜屋 斜屋頂 然後那個圖面都蠻那個 連水電圖都有 當今標準圖都有 一套圖大概二十張 你拿這個就可以申請蓋了 蓋農舍 就蓋農舍 只要怕農舍你們亂蓋嘛 好 我看你標準圖 你標準圖 申請了我都讓你過 OK 這標準圖 給各位參考 現在到底能不能用 我不知道 要去問問看 這是大概十幾年前流出 這是放出來讓人家可以申請的 好 OK 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來 那我們來講一下建築的